有人说 麦克斯4诸玉在前 狂暴女神远远不及 安雅虽然女神 但不够狂暴 少了赛黄的那股狠劲 但她也并非毫无亮点 作为前传补充 她为弗瑞欧萨女王的传奇 增添了更多血肉 展现了一个更加立体 更具深度的弗瑞欧萨世界观 花拉奥萨比 米勒老爷子再造经典 重塑废土传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新作究竟如何 在遥远的未来 电网坍塌 货币报废 瘟疫横行 灾难性的高温 令城市不复存在 世界被黄沙覆盖 沦为荒原 各大帮派如蝗虫一般 四处掠夺 曾经绚烂的人类文明 如羊沙般消散在空中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成了唯一的信仰 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 有一个地方显得格格不入 那便是绿洲 绿洲植被风貌 水源充足 是浑然天成的净土 女孩弗瑞欧萨 生活在绿洲之中 优渥的生存条件 令她在末日之中 依旧保留了天真与灵动 这天 弗瑞欧萨与伙伴 穿梭在密林间 伙伴忧心忡忡 生怕遇上危险 弗瑞欧萨却十分大胆 忙着摘下桃树上 最甜美的果实 那使得她还不知道 自己的人生将因此彻底改变 希腊神话般的宿命预言 降临在桃树的绿荫之下 一段史诗般的冒险 缓缓拉开帷幕 在摘下桃子的那一刻 弗瑞欧萨听到了不远处的异响 警觉是绿洲部队的天性 他们深知 乱世之中 唯有藏匿起绿洲才能自保 弗瑞欧萨发现 来者是一群骑着摩托车的男人 看上去面色不善 于是 他猫着腰 小心翼翼靠近 试图弄坏摩托车 解决这场危机 然而 这个瘦弱且智能的小姑娘 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下一秒 他就被男人们发现 直接掳上了摩托车 关键时刻 弗瑞欧萨吹响了哨子 他的母亲在绿洲中 听见了女儿的呼唤 立刻短起枪 策马追赶 男人们沉浸在兴奋与狂喜中 从见到弗瑞欧萨的第一眼 他们就知道 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 原来 这群男人是射魂怪 迪门特斯的手下 迪门特斯的荒原飞车党的领袖 这群飞车党骑着摩托 如同猎犬一般 四处掠夺资源 弗瑞欧萨面色红润 一看就是个健康的孩子 这意味着 他必定生活在物资丰饶之处 那片隐藏于女孩背后的绿洲 正是迪门特斯梦寐以求的天堂 男人们心知肚明 光凭他们几个 恐怕啃不下这块地盘 但是 只要将弗瑞欧萨献给迪门特斯 他必定能明白其中的深意 到那时 便等于立下了头功 可生活在绿洲中的族人们 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弗瑞欧萨的母亲与同伴迅速做出反应 一个向前追击 另一个后撤防御 他们有着共同的默契 无论如何都不能暴露绿洲 临别前 他们额头相抵 轻声地说出了古老的注意 随后 一场激烈的沙漠狙击战开始了 黄沙滚滚 遮天蔽日 摩托车呼啸而过 行踪捉摸不定 然而 埋伏在高地上的母亲 是个不折不扣的神枪手 但无虚发 随后 母亲抢走了一辆摩托车 继续追击 从白天到深夜 双方不知疲惫的静速 谁也不敢停下 车上 昏迷的弗瑞欧萨逐渐苏醒 她迅速镇定下来 咬断了摩托车上的管子 让男人在不知不觉间减了素 为母亲争取了时间 母女俩的隔空配合取得了成效 母亲追上了他们 更是用几枚子弹 利落地清除了敌人 然而 只有一个人 母亲下不了手 原因很简单 弗瑞欧萨在她的车上 母亲害怕误伤了女儿 正是这片刻的迟疑 给了对方喘息空间 一眨眼 她便驶回了飞车党的大本营 但是母亲知道 远没有到山穷水尽之际 她决定暂时潜伏 等待时机 弗瑞欧萨的机制勇敢 也令她自豪 刚进入大本营 在男人故意吹嘘 绿洲的富饶 并嘚瑟于自己知道路线时 弗瑞欧萨便猛然抬谋 略施小计 就让她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故乡是弗瑞欧萨的底线 她不容许任何人毁掉绿洲 即便面对强悍的迪门特斯 她依旧一言不发 这个沉默而健康的女孩 瞬间勾起了迪门特斯的兴趣 她的目光里带着贪婪 只要找到弗瑞欧萨的故乡 就能拥有一切 而面对沾沾自喜 妄图踢条件的下属 迪门特斯毫不手软 她厌恶任何威胁 直接将浑身失血的男人倒掉起来 强迫她在濒临窒息的情况下 用鲜血画出通向绿洲的地图 可计划最终落空 弗瑞欧萨不管不顾地冲上来 拼命踹发男人 保护了故乡的秘密 迪门特斯瞬间意识到 小姑娘是个硬查 于是她立刻换了副嘴脸 搞起了怀柔政策 她笑眯眯地望向弗瑞欧萨 慰问她旅途的辛苦 紧接着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她 并假惺惺的承诺 会安全地把她送回家 实际上 弗瑞欧萨一个字都没有相信 她唯一所等待的就是母亲 她知道 无论何时 母亲都不会放弃她 果然 夜幕降临 母亲悄悄摸进了 飞车岛大本营 找到了女儿 她干翻了守卫 却对照顾弗瑞欧萨的女人 手下留情 只因对方苦苦哀求 说自己绝不会透露此事 因为她也是一位母亲 然而 这一瞬间的心软 却招来了无穷祸缓 在弗瑞欧萨母女离开后 女人当即翻脸 立刻向迪门特斯汇报 迪门特斯带着手下 全速追击 不一会儿就赶上了他们 母亲将摩托车 留给了弗瑞欧萨 准备孤身去引开敌人 她叮嘱女儿 将摩托车 骑到高地上藏好 如果一天之内没见到她 就独自回家 弗瑞欧萨一听这话 顿时慌了 试图挽留母亲 可母亲却说 随后 母女二人额头相抵 感受着彼此的温度 母亲将一颗桃树种子 放在了弗瑞欧萨手中 告诉她 要剥下这个种子 保护绿地 弗瑞欧萨郑重地点头答应 最后 古老的蛀雨 再次飘散于空中 一句群星与你同在 见证了誓言 叮嘱完毕后 母亲与迪门特斯正面对决 在轰鸣的引擎声中 摩托车队从四面八方而来 堵死了每一条路 纵然母亲身手了得 也终究寡不敌众 被迪门特斯抓获 看见母亲的惨状 年幼的弗瑞欧萨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 明知是请君入梦的圈套 还是跌跌撞撞地奔向了母亲 母亲被吊在树茶上 饱受折磨 却一声不吭 宁愿失去生命 也不愿暴露绿洲 迪门特斯宁笑着 走到弗瑞欧萨身边 蛊惑道 然而 弗瑞欧萨也不曾忘记 对族人的承诺 最终 他眼睁睁地看着 母亲死在了自己眼前 可笑的是 尽管亲手害死了 弗瑞欧萨的至亲 但迪门特斯依旧心存妄念 试图拉拢弗弗瑞欧萨 他恩威病师 一边将弗瑞欧萨锁在笼子里 让他亲眼目睹 飞车党征战别的帮派 将对方的首领 无马分尸地暴行 一边解下身上的小熊安慰他 这个小玩偶曾属于他的孩子们 可无论迪门特斯说什么 弗瑞欧萨的回应 永远只有沉默 飞车党浩浩荡荡 持续征伐 在队伍里 有一位年迈的老人 格外引人注目 他就是传说中的历史者 世界末日降临后 过往湮灭 人类倒退回最原始的状态 只能由历史者 将已经发生的故事 刺在皮肤上 传唱部落领袖的光辉事迹 看着沉默的女孩 老人主动提出 可以教他写字 让他成为下一任历史者 他告诉弗瑞欧萨 乱世之中 只有让自己成为无价之宝 才能谋得一线生机 若是他愿意顺从 迪门特斯就会将他 好好的抚养长大 但是弗瑞欧萨依旧从耳不闻 他绝不会与杀母仇人为伍 他想起了母亲的话 默默仰望星空 让星星成为导航 在左手的手臂上刻下了路线 记录与绿洲的距离 渐渐地距离越来越远 迪门特斯偶然得知 荒原之中 有几座资源丰富的城堡 便当即决定 要带着车队围攻过去 然而他却跌了个大跟头 原来这些城堡属于不死桥 他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白发 戴着恐怖的面具 整个身体都泛着诡异的白色 与四处游猎的迪门特斯不同 不死桥更倾向于搭建堡垒 在荒地自立为王 在不死桥的王国里 等级秩序分明 最卑微的流浪者 只能过着衣不避体 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 迪门特斯抓住了这一点 在城堡前 发表了一篇煽动性极强的演讲 号召底层流浪者加入他的队伍 共同对抗不死桥 迪门特斯开启了空头支票 承诺将分享财富 让每个人的食物与水翻倍 如此诱人的条件 瞬间得到了响应 然而 高居堡垒之上的不死桥 却相当不屑 这是因为他拥有秘密武器 战争男孩 这些精壮青年 都是他的死士 不死桥让迪门特斯 任意挑选一个 被选中的战争男孩 立刻赴死 没有半分有余 他们既是城堡最忠诚的守卫 也是不死桥最虔诚的信徒 若是能守护领袖 那么牺牲便是荣耀 紧接着 不死桥一声令下 战争男孩们便冲锋向前 与飞车党殊死搏斗 还巧妙地利用吊机 夺走了他们的物资 最终大获全胜 利益在前 迪门特斯不会放弃 他将目光瞄准了 不死桥的第二座城堡 汽油镇 在不死桥的帝国版图里 汽油镇至关重要 因为他掌控着石油 而石油是末世中 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 迪门特斯的计划十分简单 占领汽油镇 然后以此为筹码 与不死桥谈判 为了进入汽油镇 他决定带着手下乔装打扮 伪装成自己人运送货物归来 一开始 切油镇守卫极其严谨 并没有中计 直到迪门特斯射杀下属 伪装成遭遇追击的假象 才骗过了守卫 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残忍 也暴露无遗 很快 消息传回了不死桥堡垒 无奈之下 不死桥同意与迪门特斯谈判 迪门特斯以炸毁切油镇为妖邪 要求更多的水 土豆和母乳 双方你来我往 互不相让 突然 不死桥注意到了他身后的弗瑞欧萨 迪门特斯大言不惭地表示 这是他的女儿小弟 还顺带嘲讽了不死桥激情的两个儿子 然而 不死桥一眼看穿了他的撒谎 他提出可以增加物资供给 但必须把弗瑞欧萨留下 原来 在不死桥的灵魂深处 始终有一个渴望 那便是拥有健康的儿子 在条件恶劣辐射遍地的末日 这几乎是一种妄想 但是 弗瑞欧萨的出现 让不死桥再次看到了希望 他要将这个健康美丽的女孩抚养长大 让她成为最完美的生育工具 眼看不死桥有心拉拢 弗瑞欧萨也抓住机会 说出了母亲被杀的真相 利用迪门特斯的死对头逃离飞车党 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于是 弗瑞欧萨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不死桥 气得迪门特斯蹊跷声言 恶狠狠地收走了他送出的小熊 就这样 弗瑞欧萨在城堡暂时落脚 刚刚踏入这个陌生的环境 他就看到了骇人的一幕 为不死桥生出儿子 是承包里每个女人的终极目标 若是无法办到 便只能如牲口一般产奶 这绝不是弗瑞欧萨想要的人生 他不愿做温室里毫无尊严的花朵 而是要成为强悍的战士 等待合适的机会 向迪门特斯完成复仇 于是 弗瑞欧萨想了个办法 成功脱困 他注意到 不死桥的笨蛋儿子 似乎对自己的一头绣发很感兴趣 弗瑞欧萨便剪下头发 利用腊油做成假发 深夜 不死桥的儿子 果然偷偷摸摸潜入 掳走了弗瑞欧萨 正当他痴迷地欣赏绣发时 弗瑞欧萨一招金蝉脱鞘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死桥的儿子吃了个哑巴亏 他害怕父亲的责怪 不敢大肆声张 追捕弗瑞欧萨 弗瑞欧萨的假发落在了悬崖上 星移抖转 那里逐渐长出了一棵小树 眨眼间 15年过去了 而潜伏许久的弗瑞欧萨 凭借着灵活的身形和过人的能力 混进了不死桥的战斗队伍 为了防止暴露性别 他伪装成了哑巴 长大成人的弗瑞欧萨并未忘记仇恨 经过长久的观察 他酝酿出了一个大计划 不死桥耗事数年 建造出了一辆战争钻机 这辆战车气势辉弘 是不折不扣的重型武器 因此 令迪门特斯也缠不已 实际上 迪门特斯与不死桥所维持的和平只是假象 他们无时无刻都想扳倒对方 因此 迪门特斯决定派出飞车党抢夺战车 而这恰恰是弗瑞欧萨逃跑的最佳时刻 战车即将上路 另一个关键人物出场 那便是禁军首领杰克 杰克是不死桥阵营里最强大的战士之一 每次总能带回许多战利品 在力量为尊的时代 他理所应当地成为了战车驾驶者 然而 这场战车争夺战的惨烈程度 却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飞车党利用降落伞 竟拥有了飞天的能力 他们迅速包抄 将战车团团围住 与战争男孩们殊死一搏 在实战中 弗瑞欧萨的表现更是令人惊艳 他仅仅趴在底盘下 沉着冷静地拆除炸弹 修复战车 然而 在乱斗中 弗瑞欧萨头盔落地 长发随风飘扬 正巧撞进了杰克眼中 杰克这才意识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强大战士 竟是个隐藏多年的女人 来不及震惊 他们又投身于紧张的战斗之中 弗瑞欧萨与杰克对视一眼 默契开枪 敌人穷追不舍 弗瑞欧萨果断爬上车顶 给予致命一击 风波平定后 他用枪抵住了杰克的额头 威胁他停车 这或许是逃跑的最后机会 可是 弗瑞欧萨小瞧了杰克 杰克猛打方向盘 便将他甩下了车 扬长而去 古灵灵站在公路上的弗瑞欧萨 愤怒不已 失去了武器与物资的庇护 他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 究竟何时能够复仇 又何时能够重返家园 绝望之际 杰克却突然折返 为了表明诚意 杰克一步步走向弗瑞欧萨 向他真诚道歉 并承诺 会交给他有关公路战争的一切 学生之时 天地任其遨游 弗瑞欧萨就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短短几句话 触动了弗瑞欧萨的心 从来之后 两人成为了彼此的依靠 杰克之所以会帮助弗瑞欧萨 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来 他与盲目效忠不死桥的下属不同 尽管在末世里艰难求生 却依旧保持着冷静与睿志 杰克的父母都是士兵 在世界沦落时 他们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 因此 杰克也受到了影响 二来 弗瑞欧萨的坚韧打动了他 一个瘦弱的女子 背负血海深仇 费尽心思将自己藏在男人堆里 练就了一身功夫 比任何人都要出色 弗瑞欧萨犹如野草一般 在仇恨之血的浇灌下 迸发出了无与伦比的生命力 这种力量 足以让杰克尊重与赞叹 经此一役 弗瑞欧萨成为了杰克最得力的助手 无言梦会 母亲的叮咛扔在耳伴 左手臂上的星辰指路图 也愈发复杂 已经从手腕逐渐延伸到手肘 弗瑞欧萨知道 他不能停下 前路漫漫 还有无数场硬仗 另一边 迪门特斯与布斯乔的矛盾 日益尖锐 迪门特斯是个蟒夫 压根不会经营汽油镇 将所有搞的一团糟 引起了多方不满 甚至想要继续抬价 杰克带着满满一箱水雨母乳 却与迪门特斯交换物资 最终却空手而归 迪门特斯狂妄自得 自认为手握石油命脉 便天下无敌 殊不知 在他看不见的角落里 复仇者正悄然注视着他 而迪门特斯的行为 也激起了堡垒重军阀的愤怒 布斯乔决定 向迪门特斯开战 想要打仗 就少不了武器 安放武器的 正是荒原里的第三座堡垒 子弹农场 布斯乔下令 停掉汽油镇所有发动机 切断水源 围困城中的飞车党 天一亮 杰克就立刻前往子弹农场 将所有弹药都装回来 一鼓作气拿下汽油镇 众人气势昂扬 发誓要一雪前耻 剿灭飞车党 然而 大战在即 在一片紧张的氛围里 杰克却有了私心 他决定借此机会 帮助弗雷欧萨逃跑 战争一旦打响 便覆水难收 到那时生死难料 杰克不愿让弗雷欧萨陷入险境 于是 他为弗雷欧萨准备好了 充足的武器与物资 故意将他赶下了战车 示意他找机会离开 可是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 战车驶入子弹农场 弗雷欧萨的小车 被拦在了门外 四周一片寂静 处处透着诡异 突然 一只猎犬的出现 让杰克瞬间意识到 比门特斯 已经先一步来到了这里 因为猎犬是 飞车党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 枪声四起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尽管身处门外 弗雷欧萨与杰克 末勤依旧 两人相互配合 解决了一众飞车党 但是 比门特斯的大军 仍在后方 关键时刻 杰克做出了 与弗雷欧萨母亲 一样的选择 由他来拖住敌人 让弗雷欧萨先走 绿色的信号弹 在空中绽放 无序言语 弗雷欧萨便明白了 他的意思 但是 他也做出了 如当年般的选择 弗雷欧萨果断折返 在精彩的狙击战后 救下了命悬一线的杰克 随后 两人立刻驾驶小车 开始逃亡 愤怒不已的 迪门特斯 不愿就此罢手 紧追起后 从最开始 这场逃亡就注定是悲剧 双方的车体型相差过大 不一会儿 迪门特斯就追上了他们 为了在下属面前立威 更是杀鸡儆猴 威慑不死乔 迪门特斯决定 用最残酷的方式惩罚二人 他吊起了弗雷欧萨的左手臂 让他看着杰克受刑 杰克被拴上了长长的绳子 绑在摩托车后 竟生生被拖拽折磨至死 历史再度重演 弗雷欧萨又一次亲眼目睹 挚爱之人的死亡 仇恨的烟火 几乎要将他燃烧殆尽 可近在咫尺的敌人 依旧无知无觉 对弗雷欧萨而言 杰克是母亲离世后 唯一的温暖 他们之间的情感尤为复杂 像朋友 战友 师徒 爱人 在无尽的荒原里 他们如同两只相互依偎的小兽 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凝聚 绝境之中 那亲亲相抵的额头 已经说尽了心事 绿洲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乡 而是两个人的梦 杰克曾说 我想帮你找到这个地方 无论它在哪里 然而群星的庇护 也未能让梦想成真 这场荒原酷刑 带走了弗雷欧萨在乎的最后一个人 也让他失去了左臂 摩托车扬起漫天沙尘 夕阳西下 迪门特斯终于看见了这场酷刑 他懒洋洋地下令停止 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弗雷欧萨此时的表情 然而 当沙尘散去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弗雷欧萨竟然断臂求生 这条可有回家路的手臂折断 似乎也象征着弗雷欧萨内心 最后一丝柔软与温情的烟面 从今往后 复仇将是他人生仅剩的意义 怀着这股信念 弗雷欧萨单手操纵摩托 越过沙丘 杀出虫围 好不容易返回了不死桥堡垒 被饲养蛆虫的平民所救 在末世里 蛆虫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而腐肉能够滋养蛆虫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 人们已经顾不上体面 弗雷欧萨跌跌撞撞地冲出人群 向守城官兵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才得以回到城堡 面见不死桥 城堡内 高层们焦躁不安 正在等待杰克的回信 弗雷欧萨闯入 告诉众人 迪门特斯已经占领了子弹农场 众人既惊讶又怀疑 远处浓烟滚滚 定睛一看 竟然是汽油镇着火了 高层们当即决定前往汽油镇 趁乱击败迪门特斯 然而 弗雷欧萨却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不过是吊虎离山之计 着火只是假象 迪门特斯想要将不死桥引去汽油镇 趁机攻下城堡 思量再三 不死桥决定相信弗雷欧萨的判断 于是 众人干脆将其救济 让迪门特斯以为他们要去汽油镇 实际上集结重兵 在城堡严镇一带 果然 迪门特斯重击了 作为功臣 弗雷欧萨只有一个要求 他向不死桥提出 抓到迪门特斯后 将此人交给他处置 随后 一场真正的荒原战争打响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 曾有过无数战役 在厮杀与血海中 历史得以积累 文明逐渐萌芽 战争是人类无法破除的诅咒 从过去到现在 也必将在未来延续 这场荒原战争 持续了整整40天 死亡无数 在战场上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是生存的心跳声 悲伤将激起愤怒 而愤怒会凝聚成利人 刺向敌人 最终 不死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迪门特斯带着仅存的残兵 仓皇逃命 弗雷欧萨等了18年 终于等到了 能够亲自追击敌人的时刻 荒原战争时 他在城堡里 为自己做了一只机械手臂 经过调试 已经能活动自如 弗雷欧萨要来了一辆 残缺不全的车 踏上了真正的复仇之路 迪门特斯感受到了死亡的来临 弗雷欧萨裹挟着仇恨 如同最黑暗的天使 第五位天启骑士一般 直奔迪门特斯而来 老奸巨划的迪门特斯当即决定 和下属交换车辆 分头逃跑 然而这仅仅只能拖延片刻 弗雷欧萨根本不怕干扰 他对抗干扰的方式简单而高效 那就是全部见面 迪门特斯原以为逃过一劫 可当他在荒原中醒来 想要喝一口水时 便发现了异样 水囊泼了 摩托车轮也被卸掉了 迪门特斯瞬间意识到 他的死期到了 然而死到临头 他依旧不愿落于下风 始终带着欠揍的笑容 出言挑衅 弗雷欧萨也不急于取他性命 而是如同猫捉老鼠一般 开着车戏弄迪门特斯 几番挣扎后 迪门特斯终于举手投降 而在看清弗雷欧萨的面孔后 他露出了了然的笑意 甚至还有闲心 与他探讨起了仇恨的奥义 迪门特斯认为 仇恨是自然界最强大的力量 比希望更加珍贵 弗雷欧萨凝视着他 问他是否还记得 15年前的那个女人 让他感到愤怒的是 自己刻骨铭心的仇恨 竟然是迪门特斯心中 不值一提的小事 实际上迪门特斯故意如此 想要激怒弗雷欧萨 他的仇恰太多 每个仇恰都希望 看到他惊慌失措的求饶模样 想要聆听他痛苦的哭喊声 可他就算死 也偏偏不让仇恨们如愿 扭曲的快感 在迪门特斯心中堆积 让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仿佛又扳回一城 这种快感 在认出弗雷欧萨真实身份时 达到了巅峰 弗雷欧萨用机械手臂 剪下了迪门特斯随身携带的小熊 迪门特斯的眼睛里闪过狂喜 高声呼唤 小弟 他高兴极了 连忙说 自己一直在等弗雷欧萨 因为在迪门特斯心中 他们是同类 强悍冷血而绝情的弗雷欧萨 正是他最理想的精神继承人 弗雷欧萨追踪数年的复仇 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他若同恶魔一般 在弗雷欧萨耳边呢喃 告诉他 然而弗雷欧萨却戳穿了 他的自我感动 斩钉截铁地说出 不料迪门特斯却意味深长地说 的确 弗雷欧萨的故事 乍一看是复仇爽聚 实际上却充满了无限悲凉 在这条路上 他失去了太多 童年 母亲 与杰克 无论迪门特斯下地狱多少次 这些东西都永远找不回 他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 被迫蜕变为 让人闻风丧胆的 狂暴复仇女神 但如果命运有所选择 他想要的 一定只是顺着星辰指引 找到回家的方向 在那片绿洲里 有他所渴求的一切 可惜 这并不是一场 能够重来的噩梦 而是无法更改的现实 弗雷欧萨将迪门特斯 拴在车后 强迫他像杰克那样狂奔 又把他架在树茶上 如同母亲一般受刑 最终 他将迪门特斯带回了城堡 在高高的水培花园里 以他的肉身为养料 种下了那颗桃树种子 让他在清醒中永受折磨 既然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 那么就让恨意无尽地延绵下去 至少在刻骨铭心的仇恨里 能找到挚爱 曾存在于世间的痕迹 故事最后 桃树结出了第一个果实 它红润饱满 正如多年前 弗雷欧萨摘下了那颗一样 弗雷欧萨摘下桃子 将它分为己半 分给了城堡中五位身姿曼妙的白衣女人 这些女人是不死乔的五位妻子 弗雷欧萨即将同他们 踏上一场新的征程 电影结束 《狂暴女神》表面上是一部 充满暴力的漠视公路片 但导演乔治米勒 巧妙地将圣经元素融入其中 赋予了宗教上的颠覆性寓意 比如电影一开场 弗雷欧萨摘桃子的画面 就像在摘伊甸园里的果实一样 而反派狄门特斯 外形酷斯耶稣 着一身白衣登场 领着信徒们去寻找伊甸园 但实际上却是反向步道 利用热兵器 摩托飞车等工业的力量 去掠夺资源 破坏伊甸园 迪蒙特斯在一场残酷的刑罚之前宣布 今晚我们为达尔文而舞 这说明他们信奉的是物性天则 逝者生存的法则 随着迪蒙特斯内心的扭曲 和暴力欲望的膨胀 一身纯白 佩戴小熊玩偶装饰的他 着装被染成了鲜艳的红色 他以彻彻底底 变成了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血腥的暴君 迪蒙特斯用各种手段 想要摧毁弗瑞欧萨的意志 将他的纯洁和善良 转化为仇恨和狂暴 在弗瑞欧萨母亲死亡的时候 他逼迫女孩亲眼目睹罪恶 以此来击溃他 想要在他心中植入暴力的种子 最终将他变成了一个狂暴的复仇者 从弗瑞欧萨发色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他的原生头发是棕色的 后来被染成了象征暴力的红色 就像完成了一场宗教洗礼 而在与迪蒙特斯的战斗中 杰克打出了绿色的烟雾弹 绿色是红色的对立面 如果说红色是暴力的象征 那绿色就是爱与生姬的代表 看到烟雾弹后的弗瑞欧萨 决定不再自己逃离 而是转身去营救杰克 在复仇与爱中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爱 也合理化了他在正传中 背叛不死乔的行为 直到后来 自己爱的人杰克又一次死在了迪蒙特斯手中 弗瑞欧萨彻底愤怒 那被蛆虫腐化的伤口 就如同他被深度腐蚀的内心 决定报仇的弗瑞欧萨 在影片里被描述为最黑暗的天使 第五位天启骑士 意味着他彻底走上了复仇的道路 最后弗瑞欧萨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没有选择像迪蒙特斯一样 用暴力去报复世界 而是用他的身体做养分 滋养了一棵桃树 并带领不死桥的身着白衣的妻子们 离开了那个被男性权力所掌控的传统伊甸园 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净土 一片有女性力量守护的绿洲 总的来说就是蛮好看的 很标准的一部样板戏 反正各种公式也点满了 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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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